大家好我是小四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朋友在问 要不要去一些环境不错风景 优美的地方买房子的问题 比如说海南 好多好多朋友问 今天咱们稍微展开扯一扯 一般情况下 想去这种地方买房的朋友们 就两种目的 一种叫养老资助 一种叫投资 养老资助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养老这件事 环境很重要 但是环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这还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养老的地方 医疗条件得好吧 你不能说我但凡有个头疼脑弱 都坐着飞机来北京看病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地至少有基本的 或者叫比较好的这种医疗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养老资助往往就长期住 长期住周围的生活条件 就要相对便利一些 你至少得有个菜市场 能买个菜对吧 所以生活条件有便利 大家要周围去侦查 那么第三个 相对来说交通要方便一些 真是有个什么病 我怎么在想出来上方便的多 对吧 所以你就要环境好 又要生活条件的便利 又要医疗条件 还有一些保证 再加上比较好的交通 你去海南岛看看 有多少地方具备这种条件 这个海口可能有别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但是其他条件不具备 所以如果在那种地方 你买房子来作为养老自住的话 我觉得住不成 所以说 想去这种地方买房子的 我觉得要做足功课 而且要根据自己的条件 好好的评论评论 最后咱们头条的观众老爷们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快速领取五粒密集